见到捡钱男子愿意分钱给他 一是被金钱迷惑的毛里交辩决定 对丢钱的男子隐瞒真相 随后他坐上了捡钱男子的摩托车 受害人跟那个嫌疑人初次见面的点 是在前面大概300米的地方 受害人就坐着嫌疑人的一辆摩托车 就来了这个地方 然后嫌疑人就以分赃的名义 带着受害人到那个婆婆下面去了 然而毛里交两人刚刚走进小树林 还没开始分钱 那名丢钱的男子随后就追了过来 并且拦住了他们 那个人就这样一讲 你捡到了我的钱 他问那个人的 他说没有没有 我也说没有是吧 就问他你们有没有捡到我的钱 然后他们两个就说没有捡到 而随后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他就这样讲 那你都帮我看一下 我帮你2400个人 看一下他就把我的钱拿走了 他就开始就抢我的手了 然后他抢了我的手了就跑了 让毛里交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丢钱男子抢下他的手镯之后 便立即与捡钱男子分别骑上摩托车 迅速逃离了现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